如何? 你先吃吧 好的 鳳山姐 剛剛要吃二十姐 那個是不好玩 哈囉我們是 夫知道 我是阿凱 我是李歐 夫白是鬼久違的名人帶路 今天我們來到的地點是 高雄鳳山 高雄鳳山有須多多美食 那我們今天會是哪一位名人帶路呢 那我們歡迎 黃姐 嗨大家好 黃姐是鳳山土生土長的小孩 對所以呢今天他要帶我們去吃鳳山 他自己本身就會去吃的鳳山美食 好耶那如果你們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分享 跟大家分享說鳳山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地方唷 那接著呢就看黃姐會帶我們去吃什麼吧 我們出發囉 GO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鳳山非常有物的 我們在這裡加肉丸 他的特色就是 肉丸都很小顆 所以一次大概都會吃十顆以上 非常可怕 可是其實 還好 因為他一顆就是小小的 所以你都會吃幾顆 哦我吃一顆耶 你哪一天吃 哈哈 這真的沒有 這真的不會飽 好吃 它的皮很Q 肉很鮮甜 你加肉也會加其他組的料理嗎 其實不會 他就是他已經加兩種醬了 所以你不會加蒜 你不要加蒜頭 還是因為你可能會好一些行程啊 如果吃蒜你會不會不禮貌 不會很重要 你下午如果有行程的話 跟人家講話真的嘴巴都是蒜味 但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哦 所以是為了禮貌吧 如果你點過完湯 你會把湯倒裡面再喝嗎 哦 妳好激活哦 真的假的 你真的說對了 就是我們常常會吃一點點的時候 把湯倒進去一起吃 就是那個肉的湯 肉的肉汁跟那個肉丸湯 這個湯都會甜味跟鮮味在裡面 沒錯 這一間呢 李佳肉園呢 他可以算是大家有沒有 學生剛下課啊 可是我記得我會把它弄走才知道 不會啊 我們早午晚上都有人在喝湯 好 那我們第二家剛吃完肉圓 現在馬上來到中華夜市 中華夜市呢 黃潔說有一家冰店 超可能是老張阿玉冰對不對 沒錯 其實我們都是會搭配對面的鹹酥雞 吃完之後再來那邊吃冰 但這個是我們最日常的享受 如何呢 你先吃吧 好的 肉酸甜 酸的是不是 真的啊 檸檬愛玉 他的阿玉好吃 阿玉真的好吃耶 真的 消暑 消暑 那我們來聊一下黃潔你小時候的夢想 小時候沒有想當老師啊 雖然是刻板印象 那黃潔的確會有一種老師的感覺 真的嗎 可是他比較像幼教老師 哦 就是蛋小妹 或是班上受歡迎的那種英文老師 好 夏天這間店應該會超賺 真的真的 人生意 人生意在說 第二月冰第二座已經 你知道最厲害的 因為賣冰還可以賺超過一生 當醫生 你知道賣冰果酸 好 那我們剛剛吃了肉圓 現在吃了冰 那我們第三次應該會吃 跟這不一樣的一些 類型的食物吧 沒錯 等一下就帶大家去 我們最常吃的 好耶 那如果你們喜歡 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分享 跟大家分享說 鳳山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地方唷 好我們來到南台春捲 這家呢也是聽說是黃街 會一直去吃的春捲店 而且一次不只一捲 他剛剛吃了二十捲 那個是辦法玩 真的是辦法玩 這個比例差太多 所以妳一個人可以吃完一捲 當然 我還會幫別人吃 有可能吃個兩捲 妳剛剛說裡面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那其實因為它裡面還會把一個春捲皮包起來 然後弄成小小的包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把菜汁的水吸起來 就不會讓外面的皮很容易溶掉 所以 妳吃的春捲裡面會包麵嗎 喔其實我們家會包耶 會包油麵 我很生氣這件事 它裡面沒有麵麵 因為我是雲林人 我們的春捲都會加麵 我們雲林北港那一區的麵 都會加油麵 我們家也是 我以前就是剛到台北的時候 也很不習慣 就一個 欸為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不是我第一種的春捲 有一次清明酒沒辦法回家 我就是去景美夜市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媽 我說媽 那老闆的店人 裡面沒有麵 然後我就跟老闆 老闆娘 偷工減料 我們怎麼沒有麵 他說怎麼會有麵 而且它春捲裡面有很多那個菜 然後吃起來很清爽耶 對 配上那個花生 而且它除了肉 然後還有一個香腸 對 有兩種肉類的概念 沒錯 好好吃喔 還有一些蛋汁啊 其實雖然是滿健康的啦 所以難談春捲就畢竟只會吃春捲 沒有其實它的米糕啊 它的補水魚羹都超好吃的 喔 我最常大家組合就是一個春捲 然後配個補水魚羹 我們從剛剛第一家的夢園 到愛玉兵 然後到春捲 這也不會是 也是主食囉 耶 我們漢堡上菜囉 你看到好像滑手機了啦 呵呵呵 那家呢 是這邊其實很少數的 蔬食的漢堡店 素食的嗎 對沒錯 可是它其實做的你吃不出來 會有特別的素食的感覺 它就是讓你非常順口 然後所以這邊吃吃蔬食的人 都會特別來這邊吃 也有很多固定的場合 好像是直接吃的吧 對沒錯 而且吃漢堡是不需要形象的 對啊 所以你吃漢堡 不會用刀叉 會直接這樣一整個拿起來吃 當然 那我想要看你怎麼拿起來 那我想要看你怎麼拿起來吃 那我想要看你拿起來吃 哈哈哈哈 沒有 所以按照這個意思 我分配到的是培根嗎 對 太棒了 好好吃喔 而且它很 它不會說是比較像台式漢堡的感覺 它有一種 現在眼睛這樣開 你就來到了異國的感覺 但是這個蘋果 因為它蘋果有烤過 所以它如果把它全部組合在一起 我覺得它的味道會有豐富耶 好好吃喔 欸它好吃到我覺得我 我黑天就 好像有聲音可以吃的 真的 特急酥是那個牌燒拿起來 真的好好吃欸 嗯 不誇張那種好吃 因為 有些人會說 嗯 好噁心喔 有素食的味道 有的人很怕塑膠有塑膠的味道 但這個塑膠是沒有的 其實這個地方其實是在衛虎附近而已 沒有 大家可以到衛虎附近 看個戲啊 然後在附近可以找一下吃的東西 不用擔心說 吃素的朋友不知道要去哪裡吃 對 在這附近 好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感謝我們的黃姐 鳳山苦生苦壮的 你在定人 對 黃姐呢他今天帶我們吃了他四間 他自己平常就都會去吃的店 那大家如果呢 要找黃姐 如果服務處找不到 或許在這四間店長子就找到他 因為他是一個吃貨 他認真是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鳳山不會只有這四間美食 一定每個人都有欣賞中 你最喜歡的名店或什麼 你也歡迎有點讓我們知道 我們搞不好下次就可以拍攝 第二集第三集 讓更多人來認識鳳山的美好 跟鳳山的美食 對黃姐推薦四間 你們也推薦四間 或是更多給我們知道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要 訂閱、分享、按讚 耶 所以觀眾不知道也要關注我們 鳳山、黃姐、結犯重景的粉專 然後繼續來讓我們做更多美好的事情 對 那我們服務暗食鬼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